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似乎是要来回应川普批评她是共产主义者 贺锦丽强调自己是资本主义者 除了力推她的机会经济学 也承诺投资人工智慧量子以及区块链等等关键的新兴产业 尽管川普和贺锦丽经济政界方向不同 不过两个人都强调要对北京更加的强硬 连续两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先后针对经济政策发表演说 贺锦丽大酸川普让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最多 两个阵营提出不同的经济愿景 但都聚焦美国制造业对中国态度同样强硬 贺锦丽在宾州表示 他将确保在21世纪的竞争中赢的是美国不是中国 再提川普把晶片卖给中国 川普在北卡则重申将对外国尤其是中国制造商品课征大规模关税 而尽管没有证据川普仍然暗示 两次暗杀事件可能和伊朗有关 10月5号川普将重回第一次被试图暗杀的造势现场 宾州巴特勒 而贺锦丽将在美国时间这个星期五到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 TVB的新闻家辉 美国华府报道 而美国加州的治安似乎越来越恶化了 洛杉矶在当地时间周三凌晨 发生的是土匪持枪劫持了城市巴士 而且这辆巴士和警方就在洛杉矶的街头上演追逐站 最后警方是用了钉刺带来刺穿轮胎 终于拦下巴士 警方甚至还用震撼弹来攻坚 虽然顺利逮捕到嫌犯 不过造成了一名乘客死亡 深夜中传来红天巨像 瞬间浓烟弥漫 警方立刻冲上巴士进行搜索 洛杉矶当地时间周三 一名枪手在凌晨劫持一辆再有多名乘客的巴士 当地警方立刻大动作 展开搜捕 在道路部署钉条 终于找到停靠在路边的巴士 没想到巴士立刻启动 和警方上演追逐站 宛如警匪片的场景真实上演 警方还称嫌犯当时用枪指着巴士司机的头 警车追逐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终于成功让巴士停下 这起巴士劫持最终造成一死的惨剧 嫌犯也被拘留 只是过去这星期加州相当不平静 两名男子一身欧骂马拿起铁锤 朝玻璃狂敲猛杂 尽管当地街区多处设有监视器 光天化日下 珠宝店人遭遇抢劫 不只珠宝店 药妆店也被抢 女性卫生用品 酒类饮品 甚至是指甲油 货架几乎空荡荡 林元购猖獗 商家只好将特定物品上锁 在收银台窗外加装防护板 当地警方声称已逮捕超过600名窃盗犯 未来会采取措施保障居民的安全 但淳浦小镇如今几乎面目全非 让当地民众形同不已 体育新闻 组合报道 欧洲的织女星火箭在9月初发射成功了 它搭载了天灾监测卫星 从7月的亚利安6型火箭来升空 欧洲太空总署就宣布 正式重返太空舞台 要来跟中日两国还有印度一较高下 但是亚利安6型火箭是没办法回收 经济成本并不高 不少原定应该要来合作的气象卫星发射 现在都选择了SpaceX 这也冲击到了欧洲太空总署未来的发展 经历了十年的研发 因为疫情一再延后 亚利安6型火箭终于在7月顺利升空 表示欧洲就此重返太空竞争行列 欧洲太空产业过去十年 也是经历跌宕起伏 失败多次的亚利安5型火箭 去年正式攻城升退 偏偏因为俄乌战争 欧洲无法再借助俄罗斯的火箭进行发射 阿利安太空公司研发的支女星C型火箭 也在2022年发射失败 失踪之后宣布停飞 欧洲一度无法自主发射火箭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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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亚利安六型火箭成功发射 还是没有受到业者青睐 欧洲气象卫性盈喻商就宣布 原定2025年初使用亚利安六型火箭发射的气象卫星 将改为使用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 让欧洲航太业者一片错愕 但专家认为在经济成本的考量下 商业活动恐怕不太会考虑 只能发射一次的亚利安六型火箭 但欧洲太空总署喊冤 强调亚利安六型火箭就是以当初的需求设计 只是十年过去恐怕已经误患心仪 不过欧洲太空总署也并非因为 为亚利安六型火箭迟迟迟延宕 探索太空的动作就此战停 现在甚至还考虑把探测器送上墨西 不过目前太空总署旗下的企业利率 还有哥白尼计划的卫星 都将准备交由SpaceX发射 欧洲太空总署想重回太空竞赛的赛道 不只有美中竞争在眼前 还有包括印度以及日本胡适丹丹 想强摘唱机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容易 TVA新闻综合报道 中共的火箭军昨天发射了洲际飞弹 画面也曝光了 台湾军事专家研判是射程可以达到1.5万公里的东风4E飞弹 这是44年来 共军首度公布了向太平洋试射飞弹 虽然事前通知美方 但是他并没有指挥日本、澳洲、纽西兰 也引起这些国家相当不满 飞弹升空燃起巨大白烟 中共火箭军在25日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现在中国大陆官媒公布画面 台湾的国防院战略所长苏子云认为 发射的弹道飞弹应该是东风41 除了粗长外形还有使用固体燃料 所以喷出的火焰较大 以及高机动性射程可达1.5万公里 This first announced ICBM launch since 1980 So could this be a message to discourag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Quad We're not sure The United States certainly trying to counter China in its pres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万美点出发射的时间点 就在美日印澳抗中的四方安全对话之后 根据日本防卫省推测飞弹路径 可能从海南岛附近发射后 弹头落在夏威夷南方的公海 明显在国内 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到印度尼西亚 以及美国的友谈 问题是中国的想法是 美国国防部表示 中国在试射前已通知美方 认为是减少双方误判风险的做法 但是日本表示令人担忧 因为中方没有提前向日本通报 澳洲也担心会造成局势不稳 要求中方给出解释 以及纽西兰对共军射飞弹 表示不受欢迎 俄罗斯挺中 另外陆梅分析 这是最接近飞弹的实战状态 也意图向美国展示 共军的合规则能力 土新闻综合报道 总统赖清德日前用英文预录影片出席的是外国峰会 他再度提到了对岸恶意来扭曲了联大2758号决议 而这已经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来提及 对此蓝营立委质疑 总统正在不断强化两国论 而就在同一个时间 日本海上自卫护卫队舰 25号是首度通过了台海 複数の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 昨日海上自衛隊の護衛官 佐佐波が台湾海峡を 北から南に向かって通過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美選擇走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 日本死举被解读 是为了反制共期8月侵犯领头 海上自衛隊の護衛官が台湾海峡を通過したのは 今回が初めてで 高校の自由を主張する狙いなどがあると見られます 連美抗衆意味濃厚 与此同时 赖总统硬邀预录影片出席 纽约非盈利組織Concordia年度峰会 再度重申这件事 这是赖金德自520之后 四个月内第二度公开提及2758号決議 更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这么才是 如果我国的国会提出的共同声明 与国际同盟不一样 那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期待韩国会院长所带领的国会 未来进行朝野协商 讨论2758号共同声明的时候 应该朝野团结 凝聚力量为台湾发声 来因另一位李彦秀批评总统 对立法院的运作 支持点点自私高度 更质疑总统一连串动作 例如日前在南投公开承诺 绝不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有这个目标 赖金德不断的强化两国论 目的就是要用意识形态 跟台独语言 巩固谨慎的深律的支持 确保我们国家安全深陷危险之中 结论来看 不论是来因的主张 或绿营的主张 在大陆的眼里 它看起来都是一种毒 赖总统商人后 持续放大蔡前总统 四个坚持中的第二项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在大框架下 走出属于刺激的两岸论述 TVB的新闻 李明辉 刘婷婷 特报道 陆军花费了405亿台币 向美国来采购了 108辆号称地表最强的战车 而在美国的运输过程 刚好就被铁道迷撞见了 也把影片公布出来 首批是12辆战车 将会在年底送达台湾 而我国陆军的种子教官 也在美国将会完成训练 预计11月底前就会返回到台湾 明年2月开始 新战车的换装训练 澳洲铁道迷到美国 本来只是想参观 密苏里州的百年火车站 却幸运撞见M1A2T的运输过程 拿起自拍棒记录下这一切 这画面也迅速传回台湾 是我方首度看见新战车 上头装载舌辆M1A2T 未来将是我国的主力战车 列车往西南方 经过堪萨斯州 最终将抵达西岸 年底前也会运抵台湾 M1A2后面这个T字代表台湾 是美方卖给我们的特别款 专家点到加装冷气 对台湾气候来讲是重要升级 爱不然战车火力不用多说 但防护力我方版本 并没有主动防护系统 而这点在俄乌战争中 也曾发生过值得警惕案例 乌克兰一样接收了 美军支援的M1战车 不过现代战争 无人机满天飞 也造成不少问题 虽然他的装甲很强大 可是他面对这种各式各样 土造的或是军用的 无人机的时候 他的防护力很有疑问 所以你会看到俄乌战场 很多俄国也好 或者乌克兰也好 他们都在战车上 加装了很多盖子 我军将在年底迎来新战车 数十名陆军官兵 也早已经在美国接受种子训练 预计11月底前返台 明年2月将启动换装训练 而我军的主力战车 战力也将大大提升 不止一个档次 这位新闻刘宜宜成 刘定廷状态域 台北上半岛 但您掌握的是美国最新动态 根据了对亚太裔的选民 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是以66% 比28% 领先了川普38个百分点 有六成对贺锦丽是有好感的 相较之下 只有三成对川普持有正面看法 与之前的民调相比一下 亚太裔选民投票意愿 是大幅提高 曾经公开来谈论 亚裔越少 美国月号的宾州大学教授 艾米瓦克斯 校方认为他的言行公然违反了职业道德 决议停职一年 并且要求他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时候 必须要先声明自己并非代表宾大 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暗杀川普未遂嫌犯莱安 现在他已经被收押在间了 而他的儿子欧然劳斯 因为持有儿童性侵照片被捕 那么检方将会以持有和接受儿童遭到性虐待图像的罪名 起诉他 美国会计师人数正在逐渐减少当中 因为Z世代族群对于艰辛的训练过程 注册考试又非常困难 薪水欠佳 工时冗长等等条件 感到了却步 比起五年前 是大幅减少了34万人 美国的就业市场逐渐疲软 但是警察的情况刚好相反 各地警察部门面临人手紧张 都调升了薪资并且提供福利 今年前八个月的平均薪资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37% 反而使得警察的工作变得很热门 以上的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所提供 好我们全球第一线 线上邀请到市的周周丽大学 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周安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首先要请教授要来看的是 我们常常戏称说 哇来台海绕一绕过香炉的活动 好像真的越来越多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护卫舰呢 昨天首次通过了台湾海峡 同时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等国的潜舰 也穿越台海 他们要去南海参加多边演习 那这么多军舰都通过 对中国大陆来说 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那背后分析要请教教授 是的 对中国大陆来说 到底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呢 他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原因是因为 目前非常多的国家 陆续的在军舰穿越台海的问题上面 看起来是蛮一致的 这个所谓的一致的动作 传递出来的讯号 就是台湾海峡 这条航线的和平稳定 各国都非常的重视 重视背后的原因 当然有现实利益的考量 那就是在经贸的关系上面 台湾海峡这个航线 牵动的全球的 所谓的商务贸易的航线 其实是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各国的利益都牵涉在其中 那至于我们台湾其实最关注的 当然期待台海的和平稳定 可是台湾在台湾海峡航道的和平稳定 跟台湾人民的福祉之间的差异 是台湾也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至于说日本在所谓的 护卫舰或者驱逐舰 穿越台湾海峡 其实从日本的角度而言 也有两个面向可以来看 至少两个面向 第一个是在政治的面向上 政治的面向 如果大家关注到最近的新闻 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关系 其实长期以来 是属于一个比较低档的状态 而最近又发生了非常不幸的 在中国大陆的南方 发生了不幸的所谓的刺伤 日本的十岁男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事实上在日本跟中国大陆的民间都有发酵 而这个发酵并不是从往好的方向来前进 相对的其实它会造成日本更多的人士 或者日本的民众 一般的民间对中国大陆的气氛之情 或者是对于关系上面 可能是朝着非常负面的方向来走 所以日本政府做出来这样的动作 某种程度在政治上面传达的 就是日本政府的不满 这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 另外在军事上面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国家 在台湾海峡的航行权上 台海的稳定上面都现在越来越在乎 而日本当然也在其中之一 对于日本来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加入 包括了美国在内的西方盟国 甚至参与了各种的演习 透过穿越台湾海峡 它当然在军事上面也是一种威吓的作用 虽然日本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队的组织 可是我们全世界大概都不会小看 日本自卫队的本身的所谓的真实的战力 当日本在军事上面传达 跟其他的各国走在一起 而且在台海的关系 台海的稳定上面 日本的军方呢 就是自卫队 其实也有牵涉在其中 未来很可能也有办法投射 他的军事实力 当然在军事上就是呈现 像中国大陆 像北京当局 呈现一个吓阻的作用 所以整体而言呢 我们可以说台湾海峡的稳定 和平稳定是全世界都在关注 而且现在毫无疑问的 各国都在传递某种的讯号 希望这个地区可以稳定 当然台湾在其中 我们也希望这个稳定能够影响到 未来我们台海之间的 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再者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中美的竞争的大架构之下 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 现在呢 在所谓的台海问题上面 是站在西方民主 比较团结的这个路线上 当然它对于北京而言 会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也有一定的嚇阻效果 只不过面对这样的嚇阻效果 中国大陆的策略 到底是往后退 还是会比较鹰派的 更进一步的强硬下去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 当然也是 台湾也必须要做好 各种准备的部分 好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 这么多国家都在试图 要防堵中国大陆的势力 那回到美选 大家当然也会非常关注说 谁打这个抗中牌 或者说对外的外交走向 态度比较盼一点 那么根据了 全球的事务研究所民调 那美国六个关键的摇摆州 选民都认为说 川普好像比克锦利 更有可能来结束 乌克兰还有加萨走廊的战争 也认为说川普 好像能够有效的来应对 中国大陆攻打台湾 不过贺锦利选民 是比较愿意支持 美国出兵保护台湾的 那这份民调该怎么来看 难道是贺锦利 外交政策的论述 不如川普吗 还是说川普 他一直以来都营造 一个强人形象 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很强大的一个效用 邀请教教授 是的 其实就像 舒涵刚刚所形容的 川普是不是从 过去那一任的第一任任期 跟后续他对媒体账面 所传递的形象 是不是在抗中的问题 或者在国际政策上 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态度 让美国的选民 感觉在川普的领导之下 美国会真的比较强大 至少我们说 形象上面是蛮成功的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 从这份民调当中 很有趣的观察指标 就在于 所谓关键摇摆州 跟全国的民调 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那当然也反映在 现在所谓的 总统的大选当中的 各项的民调 呈现的也蛮类似的 就在全国的民调当中 民主党的贺锦丽 目前暂时是保持的领先 大概在2%到3% 平均都是2到3% 那这样的稳定领先呢 是不是就代表了 贺锦丽在大选当中 可以出现 事实上我们在了解 美国所谓的大选的 选举人团制度之后呢 大概没有人敢打包票的说 贺锦丽在全国领先的2到3% 就能够变化成 他可以入主白宫 因为在2016年 甚至在2000年的经验 就告诉我们 选举人团票的制度底下 摇摆州才是最关键的 因此在这份民调 为什么会引发 美国媒体的关注跟讨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这份民调当中 出现的状况 是在所有的摇摆州 目前的6到7个摇摆州 出现一致的状况是 这些摇摆州 在外交政策上 都认为川普 可能可以带给美国 更强大的印象 甚至在面对美国的挑战者 中国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可以让中方 真的可以知难而退 这个对于贺锦丽而言 当然是一个警讯 必须要再次的去努力 去强化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形象 至少要多一点实质的论述 不过呢 如果比较乐观的 从民主党比较乐观的 来解读这份民调 至少可以说 全国普选的部分呢 可能在领先上面 是出现慢慢往稳定的方向来前进 至于说在摇摆州 所谓的外交政策 不是让选民感受 不是很理想 大概民主党 可以比较乐观的看的话呢 就会说 外交政策 毕竟在美国选民 在做出最后关键投票的时候 它不是排名在前面的 重要议题 到目前为止 在最关键的议题上面 对于美国选民而言 他们决定要投给谁 还是从经济的角度 从健康保险的角度 根据最新的民调 排名前几的议题 分别是经济问题 健康保险 以及堕胎相关的议题 那当然 外交政策也是其中之一 可是跟所谓的经济话题 还是有一点落差的 所以民主党呢 目前虽然在摇摆州当中 外交政策的部分 可能是稍微落后 可是它会不会变成 唯一的那个关键投出 选票的议题 对民主党而言呢 可能可以再加把劲 但是也许在目前呢 不会特别特别的紧张 整体的美国的选情 在目前看起来 贺锦丽确实要再次的多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呈现比较强悍的形象 因为我们知道 刚刚包括我们讲了 外交政策的议题 事实上美国选民 对外交真的理解是有限的 换句话说 这份民调所呈现出来的 更加的证明了 非常多的选民 在所谓的政策上面 都是感性的 而不是理性的 也就是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感受 感觉川普比较强硬 贺锦丽可能稍微比较温和 而不是真正的了解 双方的外交政策 究竟有什么差异 那这也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对于民主党来说 现在可能要更加的 增加他的形象上的宣传 我们在接下来的 一个多月当中呢 可以看到这两位候选人 肯定会在摇摆州 针对摇摆州 自己的强项 跟自己的弱势 做出相对应的宣传上面的策略 恐怕在政策上面的讨论 会比较少一点 毕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选民投的真的是一种感觉 不过整个选战的形象归形象 现实还是现实 就是美国到底有没有办法 继续来扮演所谓世界警察呢 毕竟现在多处战火不断 像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 就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之后 现在不止真主党回击 伊拉克民兵组织也对以色列 南部的港口城市来发动攻击了 所以要请教教授了 以色列现在陷入到南中北陶 而且还多了一个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难道真的是要跟所有邻国都开战吗 要请教教授 是的 其实书涵你刚刚一开始 就讲到了现实归现实 那我们就看非常现实的部分 以色列究竟在现实的实力上面 跟周边的所谓的所有的民兵组织相较 他的军事实力是跟他们可以 是大概一致的 还是其实是远远的胜过对方 以目前看起来 为什么黎巴嫩的外长会公开的 在联合国呼吁美国 要求美国介入更多调停的 扮演更重要的调停的角色 其实他背后反映出来的现实 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 事实上在中东地区 他确实在实力上面 是比其他的国家更高一筹的 那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伊朗 事实上我们在关注伊朗 在前几个月就曾经 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些冲突 可是伊朗在最近一波 被以色列攻击之后 伊朗实时的没有发动 相对的反击的工作 当时已经有判断 伊朗整体的所谓的军事实力 或许真的没有办法 跟以色列来做抗衡 那这当然也再次的 让以色列可能加强了他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冲突 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冲突 以色列是非常强势的 透过空袭 透过最开始的 所谓的BB扣跟 所谓的无线电的 同时的引爆 造成民心的一种 一种比较混乱的状况 然后再透过以色列 长期对黎巴嫩境内 针对真主党的情报的搜集 精准的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的飞弹基地 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 领导人的所在地 透过这几波的攻势 事实上以色列所呈现的 在黎巴嫩的这个战场上面 所呈现的 就是他的军事实力 真的比对方是高过一筹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各方的民兵组织 不管是在伊拉克 在伊朗 或者是甚至未来 可能夜门的胡塞组织 是不是要加入 对于以色列的国防军来说 也许在他们的计算当中 只要不是西方国家 其他的国家有介入去做阻碍 事实上以色列应该是非常有信心 纳塔亚胡 对于国防军的实力 高于周边的国家 是有信心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以色列最近这一波 对黎巴嫩的攻击 是非常的猛烈 而且看起来 设定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两项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要让 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武装部队 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他的军事实力 大幅的被削减 第二个目标是要求 或者是他的军事的目标 是希望以色列跟黎巴嫩 北部边境驻扎的 黎巴嫩的特种部队 以及黎巴嫩的军方的组织 会完全的向北 撤离以色列的边境 让以色列的北部的地区 可以得到更安宁的生活环境 如果以色列设定的这个目标 要顺利的达成 那以色列现在的攻势 短期之内就不会停止 而且看起来是使命必大 一定要达成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 在军事的实力上 以色列的国防军 比周边的国家 确实是高过一截 另外呢 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 以色列现在也看准了 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 如果要 很多的国家 要期待美国介入调停 恐怕在现实上也很困难 因为以色列非常清楚的知道 不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大概都没有办法呢 介入要求以色列 不要对黎巴嫩进行攻势 因为这两党的候选人 恐怕都会担心 如果不支持以色列 会不会流失 在美国大选当中 犹太一的选票 跟犹太一的支持 以色列盘算着 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做好了计算 以色列现在呢 采取的攻势 非常的凌厉 而且设定目标 这么精确 看起来 这个中东的局势呢 可能真的变成 以色列来主导 甚至是以色列说了算 我们要看到 和平的曙光 从现在看起来 可能没有办法 太乐观 也许真的会 按照以色列的期待 来前进 世界的 包括联合国在内 到底有没有办法 扮演和平调解的角色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不过以现实来说 目前看起来 确实不太乐观 好 确实中东情势 持续在升温 那刚刚也提到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瑞斯呢 他批评说 越来越多政府认为 自己有权 来获得免罪卡 当然呢 这种喊话很多啦 或者是谴责也很多 好像都像是狗吠火车一样 另外美国在中东 确实好像也一直 没有办法产生 有效的克制能力 那么黎巴嫩的外交部长 布哈比 他还批评说 拜登发言不够强硬 难道说美国老大哥 真的失灵了吗 还是说因为现在 真的在选举当中 正在忙呢 请教教授 是的 其实这一次的 联合国大会开会 在开幕式的时候 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特瑞斯 基本上在他的发言当中 呈现的就是相对来说 没有办法太给人 乐观的感受 最主要的原因 他就直接的点名了 现在的国际的 混乱的状况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出自于我们过去 在冷战后期 很长一段时间 享受着全球单级的体系 也就是美国是超强的国家 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甚至在美国扮演 一个稳定的角色之下 全球的混乱局势 大部分的时候 都可以由大国 或者是有权力的国家 介入调停 因为相对来说 国际局势是稳定的 跟大国之间的差距较大 没有太多的国家敢造次 可是古特列斯的发言 就特别点名了 现在的国际体系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单级体系 简单来说 也就是在形容 目前的美国 可能跟过去 所对于世界带来的影响力 或者是扮演的 和平稳定立项 力量是差距的非常非常大 而拜登总统 在联合国的发言 虽然不断的呼吁和平 也不断的强调 美国会尽其所能的 透过外交的手段 来达成目标 但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是 包括黎巴嫩的外长 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 包括了土耳其的总统 都跳出来公开的喊话 喊什么呢 他们都特别的强调 美国在所谓的 和平调节者的角色 或者是美国对于 中东的立场 真的是不够强硬 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看到 美国继续扮演 所谓的老大哥的角色 这个对于国际的和平 当然是为什么我们说 比较没有办法看到 乐观的希望 那当然如果真的要讲起来 在时间点上 因为现在真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 关键时期 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 尤其现在的执政党 民主党 拜登政府 以及贺锦丽的团 贺锦丽的团队而言 现在的外交政策 能够尽可能的 不要引起太大的波澜 不要让美国的 一般的民众 感觉外交是当务之急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经济议题 如果今天美国的民众 觉得外交 或者是国际政治的战争 是第一重要的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 以历史来说 因为战争议题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冲突调解的问题 基本上是共和党的强项 民主党在这种时候 尽可能不要让冲突升温 尽可能透过各种的管道 让这种不稳定的状况 先维持在现在的情况 可能对美国国内的选情 会有一点帮助 也是策略的考量 这也当然就凸显了 我们说国际政治的现实 现在国际虽然混乱 可是可能一切的问题 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才会有政治 才在政治上面 真的有人用心 想要来解决了 而这是无法平息的 当然还有乌尔战争 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 就指控俄罗斯 打算要来计划攻击 乌克兰核电厂 也示警会出现 比较灾难性的后果 那其实刚刚也看到了 美国主导好像不是 现在这么明显的时候 要来发威 那难道要换人来试试看吗 英国首相施凯尔 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 他表示说他想知道 俄罗斯为何还有脸现身联合国 话说的很白也蛮重的 如此力挺乌克兰 背后有什么盘散 请教教授 是的 英国首相施凯尔 事实上在这次的联合国表现 确实让英国的媒体 都关注到了 这个工党先上来的领袖 是不是真的要带领英国 重回国际舞台 而且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 事实上他在出访到 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 施凯尔就在英国国内 有发表非常重要的声明 他认为现在的国际局势当中 应该要有人除了在美国之外 应该要有其他的国家 也开始扮演国际舞台上面 更积极的角色 虽然不是直接的跳到 所谓的领导人或主导的地位 但是施凯尔强调 英国在过去 也在国际的政治当中 扮演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力 现在是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们看到 他在联合国当中的表现 甚至刚刚舒凯尔也提到 他讲话确实是非常的直白 甚至非常的强悍 面对乌俄战争 面对俄罗斯 是非常强悍的说法 但是我们说说法归说法 做法到底是不是能够跟进 也是值得关注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跟英国 事实上还在讨论 给乌克兰的 所谓的弹道飞弹的援助 是不是要取消 弹道飞弹的射程限制 本来施凯尔的态度 是英国的态度 是比较强悍的 比较支持 站在泽伦斯基这边 强调给乌克兰的飞弹 是可以让他的射程距离 解净的 但是在跟美国讨论之后 这两天 施凯尔在联合国 以及在对外的发言上面 开始比较低调的强调 对于俄罗斯的 对乌俄战场上面的援助 尤其对乌克兰的援助 恐怕不会只是 重点不应该放在 弹道飞弹的射程距离上 透过这样的谈话 透过这样的转折 我们可以看到施凯尔虽然 在国际舞台上面 现在开始希望 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可是还是回归现实 恐怕现实上面 还是有一些限制 那未来施凯尔带领的英国 到底在联合国 以及在正着国际的战争 氛围当中 是不是也透过更多的 军事的实力在展现 来让英国的外交政策 能够真正的在 国际舞台上面 开始扮演更大的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至于说乌俄战争 现在是不是有机会 在英国跳出来 介入之后 开始出现和平的曙光 我们只能说 越多的国家关注 当然对乌俄战争 对乌克兰来说是好事 问题是介入 跟所谓的军事真正的援助 在战场上 是不是能够发挥影响力 以及是不是真的能够 让乌俄战争看到尽头 短期之内 现实跟理想的差距 还是挺明显的 好 国际情势真的是变得快 也现实 那有句话是 看破不说破 但我们节目就是要 看破也说破 让你可以好好掌握 国际脉动了 也感谢老师今天的分析 感谢 而接着我们来看到 是日本北海道的 枝床半岛 这是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 而在枝床国家公园 有一名台湾出身的 专业导览人员 非常的特别 带您起来看 迷人的景色 还有野生动物悠闲 走跳的大自然 北海道枝床 可以说是不少人 向往一游的梦幻之地 好来哦 看我 一 二 三 再一张哦 HBC记者采访的当天 正好有来自台湾 香港的亲子游客 跟夫妻岛 参加国家公园的导览行程 负责解说的是在地知名 而且背景相当特别的 专业向导 就是其实树木 它会长出青苔 那青苔上面 会有树的种子 可能会飘下来 然后就长出新的生命 那树本身 它自己也会有养分 这个木头 所以它就会孕育出新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在日文里面 这样的状态 我们叫做倒木更新 就是倒掉的木头 它可以在就是孕育新生命 那种感觉 来自台湾的蓝平邦 不仅是精通英智文 同时也是枝床国家公园 唯一的外籍导览员 发出一点声音 提醒他们 我们人在这里这样子 那等一下万一万一 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请大家先听好我的指示 然后不要尖叫 不要奔跑 对 然后我们会慢慢的 往后退跟它拉开距離 看它在哪个方向 来到北海道旅游 能聆听到详细声动的中文解说 游客满意又开心 除了受到游客肯定 织之床生活迈入第九年的蓝平邦 在地人更是赞声连连 人员相当好 大活动 大活动 即使说是蓝莲 真的非常贵重的存在 从一开始的打工游学 后来跟在地的于氏结婚 生长在台湾的蓝平邦 定居北海道 提起出到日本北国的感觉 就是超冷 没有 没想到 谁也没想到 寒冷 就来到第二天的複吹起来 在地人在寒冷的地方 会在寒冷的地方 知床知美 在地人的温暖融化了蓝平邦的心 很不便的 但我从最初来到时 在地人的温暖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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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受到疫情冲击 游客不来 这位北海道新住民 也有新的心思 一居到日本北国在枝床落地生根 除了享受环境的美好 致力于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之外 蓝平方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 这里跟外界的桥梁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 还有语言能力 将知床介绍给更多人 让大家了解知床 亲自感受与体验 爱上并且珍惜这一块难得的净土 TV新闻许起方综合报道 看到日本自民党总裁大选周五登场 这一场选举也将会决定 日本未来首相是谁 战况格外激烈 日本自民党大选27号就要投开票 参选人卯足权力最后冲刺 校圈行程满党地方跑透透 为自己拉票 网络站也打得火热 接受搞笑艺人专访 试图摆脱正二代光环 拉近于选民间的距离 新庄三年组大选 日本 努力 大好 二十六号官方社群平台更释出这段新影片 各地选民为小泉打气 看似人气旺 不过民调受政却没那么乐观 根据NHK最新民调 小泉高市实破目前三强鼎立 小泉虽获得较多国会议员支持 不过第一轮投票会加入党员票 可能导致党员票落后的小泉 总票数掉到第三 无法进入第二轮投票 有日媒报导 小泉周三紧急和党内最大派系 麻生太郎会面三十分钟 希望争取支持 反观被视为安倍接班人的高市 在NHK最新民调中超越小泉 高市能否一鼓作气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 就看中午大选结果 TVB的新闻总和报导 美国马州举办了牛仔竞技表演 没想到公牛群临阵脱逃 一起落跑 八只公牛直冲住宅去 黑夜下门口监视器拍到一头公牛 打摇大摆逛大街 甚至在民宅前享受夜晚时光 我们有一个逛逛 他吃了我的颜色 因为我看到了几个棉花 但是我看到整个棉花 都被刺掉了 我就觉得 美国马州这场牛仔竞技表演 场上的公牛群竟然上演集体脱逃 让场面陷入混乱 八头公牛跨过栅栏 直直往前冲 一路逃到树林传越民宅 当地居民全面戒备 连小孩都拿好武器 随时准备防身开战 其中一头公牛在逃跑后 不久就被抓到 其余七头集体经过餐厅 穿越公路 最后回到购物中心 和警方上演极限追逐 警方出门划策 动用围栏 成功围捕六头公牛 但仍然有一只逍遥往外 刚好附近有宠物追踪人员 用无人机锁定到公牛 在丛林中为警方提供线索 我必须说 我从来没有找到购物 这是一名的 经过数个小时的搜索 警方和牛仔终于抓到最后一头 成功送公牛上货车 让他和其他公牛伙伴们团聚 特別新闻 综合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明天见